他問六祖 這個修行人自從出家以後 看了《涅槃經》一共十幾年 看了十幾年 不明白《涅槃經》的大意 希望六祖能夠摧毀給他一個指示 給他開示 這個六祖就講 你從你何處未明 你到底哪個地方不明白呢 這個自答就講 這個祭非常的重要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己即滅為樂 以此以負 他對於這個祭有來以負 為什麼呢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己即滅為樂 這個六祖將來會講的 這個六祖就講 你為什麼對這個祭有疑負呢 這個自道就回答 這個叫自道 生自道 自道就回答 一切眾生 一切眾生皆有二生 他說 所有的眾生都有兩個身體 為色身法身也 就是你這個有形的身體 跟你原來的佛性就是法身 跟你的原來的這個 我們稱為最細身 密教叫做最細身 最細的心 色身跟法身就是兩個身 色身是無常的 我們知道色身是無常的 這個很簡單就可以解釋 因為有生就有死 所以有生有命 法身是長存的 也就是說佛性是永遠存在的 叫有常 但它無知無節 沒有知節 就是沒有知節 法身是沒有知節的 這個經典裡面這樣子講 生滅滅己呀 己滅為樂者 他就開始講了 不審核身即滅 是色身即滅呢 還是法身即滅呢 他意思就是這樣子 不審核身即滅 核身受樂 哪個身體呀 是受用身 是受到的快樂 如果色身者啊 如果是色身者 色身滅死啊 這個色身啊 我們這個身體呀 死的時候啊 四大分散 地水火轟 分散開來 全然是苦 都是苦的 苦不可言 因為大家知道的 這個地大入於水大 水大入於火大 火大入於空大 地水火轟 地大入於水大 水大地水 水大入於火大 那麼火大入於空大 這個四大分散的時候 都有痛苦的 大家知道的 邪密宗的都知道 四大分散的非常的痛苦 苦不可言 苦不可言 苦不可言的 沒有什麼快樂的 如果 法身也是即滅了 法身即滅了 就是佛性 他指的是佛性也即滅了 那麼既然即滅了 就跟草、木、瓦、食 沒有肢結 當然有什麼快樂呢 誰當受樂 這個至道 生、至道 講的是 到底是誰受快樂啊 瓦身也即滅了 就如同草、木、瓦、石一樣 沒有感覺 石頭沒有什麼感覺 那麼這個 是誰來受這個快樂啊 因為他這個 這個記裡面 有寫到 極滅為樂 這四個字 色身即滅了 都是苦 大家知道的 色身在經過這個 四大分散的時候 都很痛苦 大家都曉得 那麼法身呢 法身如果即滅了 那什麼是快樂啊 因為它裡面有寫到 最後一句啊 這個諸行如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己 即滅為樂 所以這個至道就懷疑了 既然法身也即滅了 就如同石頭一樣 那什麼是快樂啊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 問六祖的問題 那麼今天呢 我就只是問 沒有答 下次 下次回來答 下次在西雅圖呢 在西雅圖 你們就看網路了 看網路就可以回答 網路也回答 我們這個 我可能在西雅圖講 下面這個六祖談經的這個回答 那麼我們今天因為是做這個四大天王的父母 四大天王 我們修四大天王 法有什麼好處 所有的天裡面 最接近我們 是四四四天王天 就是四大天王 就是四大天王 我們常常修廣木天王 還有 十國天王 還有珍藏天王 多聞天王 這個就是四大天王 這個就是四大天王 今天這四大天王 非常特別的神奇 他還繞著這個父母佛爐那邊 繞了山楂 繞了山楂 那麼四天王下降的時候 他也在整個雷杖式的四周 繞了山楂 繞了山楂 我只是一直在想 為什麼富士四天王 對著雷杖式 繞了山楂 什麼原因啊 我終於想出來了 當初九二一南投這個集集大山的大地震的時候 東南西北中 若以我們的雷杖式做中心的話 南方有萬佛士 就成了平地了 北方 我們這裡的 我們這裡南方 應該怎麼講才對啊 我們的西方是萬佛士 他一下子他就平了 那麼我們的東方有零元三世 他現在又建起來了 現在大家都建起來了 九二一大紀念石大地震的時候 他也是整個都毀了 還有宜池鄉的人城市 也前面的我們三角下的所有房子前倒了 還有更遠的寺廟有一個寺也倒了 我們的後山後面的 山都走樣了 寺廟也走樣了 很多都是走樣的 都倒了很多 台灣雷杖是沒有到的 大家知道嗎 那個地震的那個麥啊 是從我們這裡下去的啊 從前面升起來啊 我們這個雷杖是地下是挖空了啊 是整個震空了啊 這整個市怎麼不垮呢 是四天王扶著市的四個角落啊 把他抬住了 這是台灣雷杖市 他底下是空的 完全空了 只有四個角落 有四天王 扶著這個台灣雷杖市 沒有讓他倒 地震過後以後啊 再把整個台灣雷杖市啊 放在地面上 結果只有支撐 只有四個點啊 中底下全部空了 我要問這個台灣雷杖市的住持 因為底下是全部是空了 那麼你用沙石、水泥、灌漿 一共灌了多少包 水泥有十幾萬包 還有沙跟石頭 全部放到底下 還沒有滿 我知道了 已經空咕哩 空了一半比較多 所以台灣雷杖市 就把他扶正 本來有點歪啊 放下去的時候 地形已經變了 有點歪啊 歪這樣喔 慢慢的慢慢的 給他灌漿以後 灌灌灌灌灌灌 灌到最後 欸 他就正了 灌了十幾萬包的水泥啊 沙石不算 底下都是空的 我說喔 如果 進到底下 說不定他是 通這個 這個地底 炎通國 剛剛好講到這個 那麼就再介紹這個吧 富士四天王 真的很保護我們台灣雷杖市喔 周遭的所有的寺廟 不是前導就是半導 只有我們台灣雷杖市 唯唯獨尊 我們這裡的佛菩薩 不可以比搞 一隻吧 Number one 今天我手上手拿了 這個寶瓶 就是笨笨所做的 笨笨所做的 是免費要給大家的 免費要給大家的 只要 好像你幫助了 好像深淵路 Fantastic 或者盧深淵布施基金會 他就免費 贈送 一個這樣的寶瓶 喔好重喔 好重喔 好重喔 這個寶瓶啊 可以裝甘露水 你可以去念完甘露水咒以後 可以幫助眾生 可以幫助眾生 這個寶瓶啊 還可以看文 看文 大家知道嗎 運氣不好的時候 說我今年運氣不好 那麼你就把你的 把你的 拖滑 指甲 精神象徵物 跟你的八字寫一寫 放在這個寶瓶裡面 然後給它蓋起來 給它放在這個有氣的地方 那麼可以改變你自己今年的排文 隆重無事 可以看文喔 另外呢這個寶瓶你也可以做生機啊 你碰到好的地 你把那個頭髮指甲 衣物 八字 放在這個寶瓶裡面 那麼你找到好的地理 給它埋下去 這個有做生機的地方 你給它埋下去 這個就是生機 可以改變你自己 變成很好的命運 拍文變合文 是可以做生機的啊 可以做生機啊 可以這個看文啊 也可以做寶瓶 這個甘露寶瓶用啊 你也可以放很珍貴的東西喔 你可以放在這個 財庫位 那裡面呢 放了一大堆的銅板 放財庫位 自然呢 這個 天 日日見財天天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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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日見財天天的 提督 這個底下是一個 ホーム字 上面呢 有這個八吉祥 有八吉祥 這裡呢 是一個上司心咒 蓋在上面是一個心咒 底下一个home字 在最底下还有十字处 最底下打开 还有一个十字处是金刚地基 所以你盖住了以后 这里周围都有金刚处守护着 上有八吉祥 底下有金刚地基 你一盖住了 鬼神都不能住 鬼神都进不去的 一定保护你保护得好好的 你今年的所有的恶印 全部通通都不见 这是有用处的 所以它是 这个是免费赠送的 只要你帮助了 圣印度反跌性 它就送你一个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应该讲起来 奔奔做这个 是很重 这里还有放了很多的蓝宝石 珠宝 还有这个 这不是纯金的吧 这是纯银的吗 应该都是很好的东西 很珍贵的 那么希望大家帮助 圣印度反跌性 如圣印布施基金会 还有帮助 这个 帮助寺庙 帮助所有的分堂 还有帮助 法官功德会 帮助造桥铺路 帮助所有的这个弱势团体 帮助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应该这样子的 因为要利益众生 有钱就要出钱 有利出利 那十尊本身来讲起来 我也是一直在 熊处长也讲得对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 不太愿意张扬 不太愿意张扬 做了什么 不太愿意张扬出来 存一笔钱 再把它花一笔钱 存一笔钱 再花一笔钱 那么我们默默的做 大家也可以默默的做 帮助法官功德会 帮助卢生宴布施基金会 帮助赵桥铺路 帮助弱势团体 帮助应该帮助的人 那么吃饭的时间已经快到了 所以现在就结束 谢谢大家 我能不能够吗 谢谢大家